大家好 歡迎收看碰風電視台 我是肉圓的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我始終沒有忘記我們對年輕朋友的承諾 我有百分之百的保握 可以跟各位說台灣正在變好 我們基於裁建委員會的尊嚴 基於全體63位議員的質詢權 我們提出這樣的譴責 而且請你離開 連柯市長 林局長 你的長官都交代 立法權 行政權都要你這樣做你就不做 我只能遺憾地選擇請你離開 我始終沒有忘記我們對年輕朋友的承諾 史上最高薪實習生 自己好處一毛都沒減 已經透支了怎麼辦 你們要治理治強嗎 我只能說對不起我落地平均了 一天轉下來八個小時一個月 最多也才兩萬五而已 工作也難找而且也越來越累 我對不起主題數 我是拉丁標準的老鼠屎 但是我對貪男 我對貪得無厭 我非常非常的厭惡 我們真是感到對不起 我們真的不應該背負血帶 幸福打工 窮的三餐只能吃泡麵 還故意要上大學 拉批全台灣的平均性質 我們順聲感到道歉 我們再向行政院順聲的道歉 發而舉高 我有百分之百的保握 可以跟各位說 台灣正在變好 他只是中共的一個旗子 是誰幫一群才得巨缺的綠巢新貴撐腰 讓他們可以做領高薪吃香喝辣 是誰親手把心頭最軟的那塊推進過勞和低薪的深淵之中 他只是中共的一個旗子 是誰欺騙年輕世代 基本工資調整到三萬元 可是最後證明只不過是個夢想 他只是中共的一個旗子 我始終沒有忘記我們對年輕朋友的承諾